日俄争议领土居民支持俄罗斯 日本亲手破坏日俄关系 针对俄罗斯外交部宣布暂停日俄和平条约谈判一事 一些日俄争议岛屿居民在30日表示 鉴于日本跟随西方加入对俄制裁 正是日本亲手破坏了日俄穆林友好关系 据日本共同社30日报道 俄罗斯萨哈林州克里尔地区负责人瓦迪姆·洛克托夫认为 俄方这一举措是对日本施加前所未有压力的应对 表示支持俄罗斯政府的对日表态 俄罗斯外交部21日宣布 俄方拒绝与日本就包括南千岛群岛问题在内的和平条约 进行谈判 暂停日本公民免签证前往南千岛群岛的资格 并退出与日本关于南千岛群岛联合经济活动的交流 俄罗斯库里尔斯克市市长瓦继姆·罗科托夫也表示 日本在当前形势下采取的立场是不可接受的 俄方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 俄罗斯大化